這個佛經故事叫做《無盡燈》,請各位收聽吧 老師,我回來了 佛經,你回來了? 是啊,你在街上看到什麼? 我看到維摩居士 他說來探望你 來探望我? 我何德何能? 敢勞煩他老人家來探望我? 你有沒有搞錯? 沒有,怎麼搞錯? 人人都說他是維摩居士 不過真的很奇怪 為什麼他不認識我? 維摩居士很出名 我就知道維摩居士很出名 你怎麼知道維摩居士很出名? 你來了這裡沒多久 剛才我在大街上 不然聽聞街的人說 走開,走開,維摩居士來了 那你就見到維摩居士了 是啊 我當時見到他坐在一頂繳裡 從四個穿著整齊的繳夫抬著 維摩居士整個大紳士 很神器 但又很謙虛地和路人打招呼 微微笑都不知道幾好風度 哦,原來是這樣 當然是很風度 維摩居士不止是本城的大富翁 樂善浩斯 同時還很有智慧 是嗎?他很有智慧嗎? 一定 佛陀都很尊重維摩居士 佛陀認為維摩居士雖然是在家人身份 但是他心中善恩 已經大怨成就 而且奉持沙門清淨戒律 哦?他真的這麼厲害? 是啊 還有 他善於說法 令聽的人都會很明白 心懷疑解人 那好吧 老師 如果將來有維摩居士在場 你帶我去 讓我親近一下他 沾點法益也好 好好啊 那有機會 突然翻大風 是啊 怎麼這麼大風呢? 喂… 那些鳥子突然飛回來 為什麼呢? 那天還還沒黑? 還沒有 啊 還突然有霞 老師 過天烏雲霜蓋 現在是天天的 日光天白 怎麼突然這樣霞天黑? 為什麼呢? 那天黑曬了 好像夜晚一樣 是啊 雷閃電好像快要下雨 老師, 不如我們先回房子吧 慢著, 慢著 天色忽然轉變, 好像有古怪 對呀 老師, 你看看天 對呀, 天色剛剛不閃變, 又沒有雨落 但是已經龍光四時 老師, 不知道有什麼古怪呢? 別看了, 回房子吧 不用怕, 靜點 你聽吧, 有聲音 是啊, 是啊 老師, 是音樂 好像是天上傳下來的 是啊, 這些是天樂 好新鮮, 好特別 我從來都沒有聽過這些音律 是啊, 有人笑 天這麼漂亮 紅光, 橙光, 綠光, 白光 老師, 幹什麼? 為什麼好像很橙眼那樣? 是啊, 是 光華四射, 好像天幕打開了那樣 彩色紛紛, 又不是雲眼 誰閃呢? 是啊 阿敬, 你看到什麼? 我不是看到個天七彩那樣 那些光閃閃, 好堂王華麗啊 是啊, 好特別啊 老師啊, 你修學大乘佛教的 發大菩提心, 行六菠羅蜜 是菩薩來啊 那樣, 天帝神仙來供養你 其實都不奇怪的 是啊 天色變得彩霞飛舞, 光亡萬丈 又有天鵝吹奏 真是天帝過臨才有這樣的景象的 是啊 老師啊, 老師啊, 你看看 天門開了啊 天門開了? 你看, 紅光抹開, 一道紫色的光飄出來 很多人走出來啊 哎呀, 哎呀, 還在下來了 還在下來了 是, 是, 閃頂那個是天帝啊 是啊, 當然是天帝 是, 啊, 多有型啊 整身都是錦繡鱗, 珠光補起 那顆珍珠, 還大個龍眼啊 你看, 空前大個紅寶石 好像芒果那麼大 哇, 天帝後面, 還跟著整班美女 是啊, 啊, 這麼多人不知道去哪裡啊 哈哈哈哈哈哈 慈禧菩薩, 我是來你這裡啊 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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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啊, 我是來拜後你的, 你是大菩薩啊 拜後我啊? 不敢當, 不敢當 請問你是哪位啊? 哈哈哈哈啊 我是嗎? 我是天帝色 你就叫我天帝就可以了 原來真的是天帝 室敬,室敬 天帝,你書尊降貴 第二道茅舍有什麼指教呢 此世菩薩 誰不知道你是大菩薩 修行得非常有功德 我這次來是供養你的 同時請你為我說法 天帝,你有福報 然後享受天谷 不過也無謂放縱自己 放縱自己 我明白了 此世菩薩你是說我生歌苦惡 同時還有這麼多美女陪伴 沒錯 聖息之樂是會扶食人的氣質 你都不如念言 菩薩的說話非常有道理 不過我帶著這些美女 她不是為了我自己 而是帶來供養你的 供養我? 沒錯,請你接受這些天女 她們會幫你做功夫 天帝,我是沙門 我不可以接受美女的 你帶她們走 你帶她們走 我好,我出去巡視生意 路經這裏就進來拜託你 好熱鬧 是呀,剛剛天帝從天而亢 她帶了天女來,說供養我 所以這麼人齊 唯摩居時,天帝替你請安 你說謊,你不是天帝 她不是天帝 她不讀不是天帝,她還是魔王 她不是天帝 慈世菩薩 魔王來是想擾亂你的道心 你不要中計 我敢嗎? 魔王,你不必將美女供養給沙門 我是族人,我適合你的供養品 別搞我了,我走了 原來你是魔王,你想走 不能動 還想偷走 你不能抖身 你別大力地摸 然後連衣服都摸爛 魔王,你不能抖身 魔王,給你天女為魔居士 你就能抖身 好,好,好 我為魔居士 請你接受這些天女 做我的供養品 這樣也算你會做 天女,來吧 不用怕的 你們走過來 在這裡齊集 我們走過來 我們走過來 各位天女 大家走過來這裡 各位天女 魔王已經把你們送給我 現在由我來教你們 魔居士,我們在天宮裡 習慣了唱歌跳舞,享受快樂 不懂學東西 你要教我們什麼 我教你們 發大菩提心 發大菩提心 是什麼意思 生命是輪迴的 生死相逐 在三界六道流轉 永遠不停止 這樣就好 生死相逐 我們做天女的 永遠都享受快樂 不是 生死輪迴是隨葉流倫 不到我們控制的 所以諸天的眾生 也不是永遠在諸天的 葉 嗯 葉是什麼來的 又是誰人做的呢 葉就是行為 做作 眾生有三種葉 就是身體、言語、思想 三種狀況都各有自己的活動範圍 不過都受意識操縱 眾生自己造業 自己受果報 那為什麼眾生不知道這些道理呢 眾生是不認識輪迴和因果 這些道理是要有人去報導 去傳播的 喂 魔居士 你還沒說發大菩提心是什麼意思呢 我現在說一下 發大菩提心 就是對峙輪迴、因果 立志認識解脫道 實踐菩薩行 而達到各誤圓滿 復慧驅足 哦 這樣啊 解脫輪迴 萬劫的生、老、病、死 各種苦怒都完全消滅 淨得涅槃 善、樂、惡、症 這種幸福是安定、自在、清靜、至善、吉祥的 又有偉大功德去普道眾生 我明白了 維摩居士 我們好多謝你啊 我們現在才認識真理 各位姐妹 大家向居士行禮啦 維摩居士 多謝你啊 好好好 那你們都願意發大菩提心了嗎 是啊 維摩居士 我們眾姐妹都願意發大菩提心 以後要怎麼做好呢 又用什麼娛樂啊 啊 你問得好好 你們有發樂可以治癒 不用玩粗俗的五玉之樂啦 哦 發樂是什麼意思啊 嗯 一個熬發樂的人 是樂意信仰佛法僧三寶的 歡喜令眾生得益 又肯修行六道菠蘿蜜 修行六道菠蘿蜜 是什麼來的 六道菠蘿蜜 是嗎 第一 就是廣結善緣去行布施道 哦 行布施道 嗯 就是 就是助人為快樂之本 嗯 第二 是堅守戒律 有粗行美德 有美德是應該的 第三呢 是忍辱柔和 有內心寬恕敦行 嗯 寬容 好啊 寬恕容忍 令人有高貴的氣質的 好啊 第四 就是精盡勇猛 做各種善良行為 不厭倦 不退縮 真的好啊 嗯 第五 是收集禪定 令到心意尊注 凝聚 毫不散亂 那生命的潛能 就得到發揮了 好啊好啊 第六呢 就是 般若智慧 正得般若 可以得大菩提 超越輪迴的 哦 六種菠蘿蜜 我都知道 我都明白了 還有啊 你們大家 要樂意韓服眾魔 又要樂意收集各種功德 我剛才所講的 都是發大菩提心的要點 其餘的 有機緣再講了 能夠做到 就是菩薩道的法樂了 好了好了 天女啊 你們問那麼多夠了 知道那麼多做什麼 時間夠了 我和你們回去天宮 我不回去了 為什麼 我也不回了 我們不回去天宮了 我們已經是屬淵為魔居士了 還回去天宮做什麼 啊 啊 居士 你都對天女說了法 已經夠了 請你 准我帶她們回去天宮了 哦 好啊 我是要令每個人願望驅逐 我也都會令你滿足的 好了天女 你們回去天宮了 居士 我們現在發大菩提心 應該要發樂為樂才對的 嗯 是咯 以後在天宮做什麼呢 天女 有一個法門 叫做無盡燈 你們是很應該學習的 無盡燈 譬如 現在有一盞點著了的油燈 如果有一千幾百的人 拿著燈心來點火 那你們說會點呢 這樣啊 那一千幾百盞燈都點著了 當然是光明燦爛了 是啊 沒錯 那一千幾百盞燈都點著了 而原來那盞燈 而原來那盞燈 仍然揮煌照耀 光望四射 一點損失都沒有了 各位天女 全道說法 亦都是一樣 全道說法 亦都是一樣 是 一個菩薩開道千百個眾生 令他們發大蒲蹄心 自己的道義 亦都沒有滅盡 不過 隨著說法離生 就增加一切善飯 那便無盡燈 你們在天公生活 既得無盡燈精神 度化無數天子 天女 令他們發大蒲蹄心 那好啊 你們這樣做 一方面 就是報答佛陀恩德 另一方面 搖益眾生 是很有意義的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還說那麼多 快點走啊走啊走啊 真是功德無良 我大開眼界 那麼多 深厚